來玩這款遊戲飄渺仙緣 如果你想要省下一輛車的錢 我建議你玩這個遊戲 有沒有很心動啊 玩這個遊戲啊可以省下一輛車的錢 喂真好 可以省下一輛車的錢 但是你這個畫面很傷眼睛怎麼辦 可以省錢耶 但是又傷眼睛 我省了錢 但是我傷了身體啊 各位 發射這種漢絲 這款不怎麼樣耶 沒有七爵做得好 七爵跟它是同一類型的啦 就是應遊風格的喔 但是七爵他 在角色細節部分啊 很顯得他做的是更好的 玩完這款遊戲可以省錢 但是沒辦法幫你賺錢 呵呵呵呵 不要再嘴這款遊戲啦 他也是正正當當的手機遊戲 不花錢你就贏了 想不想贏啊 那就不要花錢你就贏 剛剛那是BOSS喔 三兩下就被我打掉了耶 哎呀 召喚十年抽 一個紅色的耶 紅色卡片抽出一個紫色的角色 你媽媽咧 真的假的啦 還歐七爆發耶 你沒有讓我抽一個被子出來 喔上面看到是VIP死了 這一定是老遊戲的啊 才一開始受到SVIP死啊 之前叫什麼名字啊 SVIP 然後新藥會員 新藥一 這就是真正的VIP是不是 很可惜啊 畫面是太破了 嗯 哎 四神可以激活了喔 你竟然升級 第三格 再抽 哎 一個紅色的 我抽到什麼東西啊 那是四神嗎 好像不是耶 靠杯 哭啊 讓我單抽有沒有 弄個角色給我可以嗎 你原來的角色那麼難抽喔 靠杯 因為角色那麼難抽喔 劍術佩戴 太多東西點了 新藥一 哦 他課金了 新藥一啊 他怎麼不去玩七爵啊 跑來玩這款遊戲 雖然兩款遊戲我都不喜歡玩 呵呵呵 我只能說 做個同類型的比較吧 欸 超難抽的耶 幹 嗯 有沒有機率可以看 哦 都是5% 我不相信耶 我不相信那個機率是真的耶 看那個機率一定是假的好不好 好啦 那我接下來要幹嘛 手櫥送大聖啊 手櫥送大聖啊 好醜喔 而且怎麼是水系的啊 大聖怎麼會是水系的 該不是哪一款遊戲換皮過來的吧 你應該弄個妖屬性啊 光屬性啊 怎麼會用一個水屬性啊 我現在都來兩位小夥伴 所以高斯可以派三位是不是 我只是缺英名夥伴 送熊貓耶 第一天解鎖封印得熊貓四神 再等五分鐘我就有熊貓了 然後還有送召喚券 送召喚券那是要花錢的嗎 幸福第二天開啟是什麼 全屏大招是不是 在右下方這邊有灰色的 塔塔挑戰 傷 密寶 我们一起去探险吧 我打到第六重关了 哦强力技 可以让我发了 我来发一发 蹦蹦蹦蹦蹦蹦蹦 哇这是神技哦 好秀 该不要花钱才能用吧 应该不是吧 有些游戏是花钱才能解锁 要叫我放了 我们再放一次 闯关放神技 看这如来生长 一战风神 好吧给吞吞吞吞 夜有风格就这样啊 闪亮亮的 点不停啊 对你们放置 为什么不要放置 红点点自动帮你点 你们放置应该 未来要开发成这样啊 你可以勾选自动点击啊 提升那个就随便 自己提升就好了 如来生长 我要再打下去了 未来你们开发方向就这样 不然你那红点点太麻烦了啊 一个小项目他也出现一个红点点 那一天没点个几千次要 是不是 如来生长轰一下了 法器 一线领取 一线领取 这个是什么啊 嗯 七日好礼 领取 第七天送奇兵机关 是什么啊 无人机耶 福利勒 福利没有什么啊 啊 召唤可以抽了 弄个角色给我 帮我要卸载了哦 诶 你真的有听进去耶 靠北啊 好啦那我再过一 过个一分钟再卸载好了 诶我有未来女仆啊 后面会有的 未来女仆 来看一下四神啊第三位 第三位我应该有了吧 我是 奇怪 木 水 诶等一下他这个四神是有属性的耶 这里抽到归抽到但是 是不是没有 不是那个属性里面吗 装上去啊 干真的假的 谁属性的我还没抽到啊 那我刚抽到那是什么东西 哇好乱哦 就是页面 我刚就抽到这个啊 山海 激活了哦 所以我我不是抽到角色吗 我只抽到山海 圣兽这些啊 干我也是角色的耶 啊本着影片就到这里了 还会卸载了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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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